當然剛才我們吃了鍋了 接下來我們再考考大家什麼呢 好的 我們來問一下 冬季進補哪個觀念錯誤呢 來喔 一 藥膳越多 熱量越高 二 鴨肉的飽和脂肪酸比較低 三 鴨肉爐可以補貼 對手腳冰冷的人有幫助 最後一個 吃當歸進補 不能同時服用吸藥 哪個觀念是錯誤的 錯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觀念都有一點錯 我... 四 來 請舉牌 一 二 三 四 多一 好 那我們來 那老師請以理來幫我們解答好了 第一個是錯的 第一個 對 藥膳越多 熱量越高 其實要先澄清一下就是說 現在藥膳鍋大概分幾類 比如說像藥膳排骨 或什麼加母鴨 羊肉爐 那本身如果它有燉藥材進去的話 藥材燉出來的湯一大鍋 也大概一百大卡左右 那它的熱量是來自於 額外加進來的 比如說你們加進來肉類 或是酒精類的那一種 要不然其實藥膳鍋 如果你自己在家做 你用中藥材去燉東西的話 那個鍋其實熱量非常的低 然後再來就是講到鴨肉 因為鴨肉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有毒 然後常常那個在講說 它什麼很多人體質是不能吃鴨肉 但是我事實上澄清一下 鴨其實它是兩隻腳的 我們歸類在所謂的 雞鴨鵝 就是跟吃白肉 所以它是屬於飽和脂肪酸低的 然後不飽和高的 意思就是說它的肉類的品質 比較不容易造成所謂的 像紅肉一樣心血管疾病這個 它反而是好的 而且鴨肉很營養 它是屬於瘦肉 所以你其實鴨肉是可以 就是像雞肉這樣子 可以去吃它蛋白質高又低脂的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羊肉的部分 那羊肉補貼嘛 為什麼 因為那個牛 豬 羊都是四隻腳 對 那四隻腳的代表是什麼 代表它是紅肉 那紅肉的話它的鐵含量很高 那針對一些比如說 比較容易貧血手腳冰冷的 其實有時候可能是因為貧血 所以鐵其實會造成血紅素增加 那血紅素增加你就比較保暖 所以有時候吃一點紅肉的話補鐵 然後又促進血液循環保暖 所以也是對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吃當歸進補的時候 不能跟西藥衝突 就是一起吃 這件事情實際是對的 因為當歸其實它是藥 就是它其實事實上是藥 所以它如果跟你吃完那些 比如說中藥材的那些湯頭 你馬上吃西藥的話 有可能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我們在飲食上面會建議 如果你有吃藥的 就西藥的話 你吃這些藥材 你要隔兩個小時以上 或是說可能你打算 晚上你要去吃這種藥散鍋 或是這種有當歸 不只是當歸 就藥散鍋 你可能藥就不能夠在餐後 馬上就吃藥 然後以前就是我吃各種鍋都會 譬如姜母鴨跟那個羊肉爐 都會加很多米酒 讚耶 妳就說妳愛喝酒就好了 妳要不要可以喝酒 因為那個提鮮真的很棒 然後所以那時候有一次就是 大概也是抓快要大姨媽來的那個時間 然後就自以為覺得去吃那個很補 缺甜 對 然後吃姜母鴨或羊肉爐就很補這樣 然後去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吹太大力 就是因為我每次去吃 老闆就會給我 有加兩瓶 他會先幫我加兩瓶 然後又會再給我一瓶可以量的那種 然後結果我吃完那一頓之後 我攝影集就十幾天都沒來 晚了十幾天 太躁了 然後就因為我剛好那個時間也都有在看中醫 我就覺得完了這個不太舒服 而且那個難受是妳又像來的感覺 但他又來不出來 就去看中醫 中醫就跟我說 就是妳生理期前盡量不要喝酒 然後不要吃太多麻油 就是在要來之前的 最好是來完之後可以補一點 但來之前不要 所以我就被騷起來嘛 然後就叫我吃清淡一點 然後蔬果多吃 然後不要再吃一些燥的東西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是那個燥熱敵的 自己覺得好像手腳冰冷需要補 但其實妳要確認問過 比如說中醫師是 妳的體質是偏難 是屬於寒性 對 再對症大藥 因為像我就是 我的生理期其實是很固定的那一種 就是每個月都是幾號來就是幾號來 非常固定 但我只要到秋天冬天的時候 我的生理期就會開始亂 我就是那一種 每個月會提前來個三四天 然後下個月再更提前來三四天 然後因為像我就是也是那一種 覺得手腳冰冷 一定要好好的吃薑母牙跟羊肉 我覺得一定要吃到開心 然後就是心裡被溫暖到 才舒服的人 所以我現在就是秋冬的時候 我上個月我就是那個衛生棉條 平常夏天可能一條 可以放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但是我秋冬就是 一放下去大概半小時 我再去換一次 就會崩血 真的 就是血量非常大 然後大到 那就是妳有沒有補得太厲害了 我覺得我真的好像有點過頭 要稍微節制一下 真的在基本上就是會遇到 這樣子在掛急診 是喔 對 我舉個例子就是 很多女生都會覺得手腳冰冷 我真的遇過常常 女生來問她怎麼不舒服 就是頭暈 手腳冰冷 那這個案例也是這樣 她40歲 然後她常常會覺得暈 然後其實有一點點輕微的貧血 然後冬天的時候就會覺得 四肢冰冷很不舒服 所以老實說她冬天的時候 很喜歡吃火鍋 同事就跟她建議了 就是說妳只吃鍋沒有用 要補 所以就教她 妳在家裡煮一點點薑湯 然後一點點 放一點米酒 妳每次買鍋回來之後就是 一點點就好是不是 她應該是一點點 她就加了 整個瓶 她就加了一點薑湯 一點米酒 她每次買鍋回來 就是夾自己在做的這些東西這樣 她吃了大概一個禮拜 那她其實本來月經就不是 那麼的規則和正常 沒想到這個一個禮拜之後 她精血來了 而且是鋪天蓋地的來 她就是那種出血量是非常兇猛 到她上廁所的時候幾乎快暈倒 被她同事送來急診 那時候去驗 她血尺度只有7而已 就可以知道她那一陣子 流失太多了 對 幾乎等於是大出血的情形 所以其實我這邊 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補錯會來急診的那個狀況 所有的東西都是適量就好 你不是說不能吃 你就是不要過頭 那尤其是像 你如果是感冒中或有傷口 這種就是意味著 你身體屬於一種發炎的狀況 這時候你如果是補了不正常 不對的東西 甚至像有時候 我們已經會加一點酒 麻油等等 你的傷口其實會發炎得更厲害 更腫脹 那再來是有些慢性疾病 因為我們這些補的東西 少不了就是高油 高糖 高鹽 對 所以其實一些慢性病 可能因為這樣而會變得更嚴重 那下面兩個 像痔瘡胃溃癢 蛇腫溃癢 還有一些腹殼疾病 其實都跟初血有關 因為往往我們這些 進補的東西 我們添加的東西 其實都會讓我們的血液循環 變得更活弱 可能會造成大出血 所以這些真的要小心 不然你就會來急著吃找我了 真的 其實剛才艾亞講那個全酒料理 我要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說這個全酒 大家認為這個火一點的時候 燒完了就沒了 其實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很多人吃完全酒料理 酒測會不合格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說 你吃的全酒料理 如果是很冷的時候 到外面去 其實這個會猝死 吃薑母鴨 然後就是覺得很熱 然後就沒有保暖 就走出去 結果就倒在外面死掉 這種案例也蠻多的 還有再來就是補的時候 很多是來補入期 其實這個蠻多案例 媽媽在坐月子 都是全酒料理的時候 結果出了月子 小孩子的肝臟也出了問題 還有剛才那個魏醫師講 很多病是不能亂補的 像我有一個同事 他其實吃到那個麻油肌 跟香菇肌 他的關節馬上就腫起來 而且他的那個指數 馬上就會異常 所以很多病是不能補的 是 真的 所以要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對不對 能不能補 那補會不會過頭 這都要小心的 對 好啦 那我們進步美食要怎麼吃呢 剛才吃的 這是艾亞的素食的火鍋 麻辣鍋 現在大部分人介紹的 很輕 對啊 這是掛菜雞 感覺很健康 是 而且它這個雞是 烏骨雞 烏骨雞 我們看得出來 超燙嫩 它曬得很黑 真的 很苦 是 因為我覺得它有個特色就是 它雖然是掛菜 是 但是它吃起來完全不會苦 然後會有一種很溫醇的味道 甜甜的 對 甜甜的 然後溫溫潤潤的那種味道 而且掛菜是有季節的 它是秋天 快到秋天的時候才會有的菜 它就是冬季限定的一款 這裡面會不會加米酒 這個裡面其實還是會加的 可以另外再加嗎 可以加 可以加 然後加整罐 而且其實如果你不要一直酗酒 阿嬤 我會點那個調味會不一樣 鮮味會不一樣 回甘的味道會不一樣 但我吃了一大串掛菜 是不是 沒有一點苦味 就有些人會怕 對 可是這真的不用慘 反而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是不是 而且它這個五苦雞 它超級Q彈 是真的很Q彈 那掛菜呢 它跟這個雞整個的融在一起 就像妳講的 它的苦澀味完全沒有了 對啊 你剛剛好吃吧 我有吃啊 因為它煮得爛爛的 對啊 好好入口 那個時候入口即化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來問一下九國女英雄好不好 來 我覺得它的那個湯的清爽程度很高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掛菜雞煮起來 可能煮久了 就變成它是濃濃的 然後故意用掛菜下去吸油 然後吃到掛菜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都掉了好多油在上面 它整鍋是清爽的 但清爽味道會很夠 然後那個丸子 那個丸子滿好吃的 那個鴨肉丸 對 這個鴨肉丸 對 它這個也是Q彈 然後裡面又很紮實 然後味道又不會腥 我覺得很讚 有一種回到阿公煮湯的感覺 因為掛菜真的是客家人 小時候每個禮拜必要吃的菜 然後那其實真的就是 離開了客家庄後 就在台北很少吃到 所以我覺得吃到 就是覺得滿幸福的 而且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苦味 然後很喜歡 我看到這就想到我婆婆 因為過年她都會說 來吃那個丸子菜 唱丸子菜 對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掛菜叫丸子菜嗎 因為掛菜剛剛提到 它有一種回甘的味道 那個回甘就是 所以它反而 你看它適合在秋冬 那秋冬是 好發心血管疾病的季節 它又在秋冬出現 是盛產的蔬菜 剛好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那它那個回甘的味道 就是它的營養價值 所以這個是比較健康的鍋 這滿好的 真的 好好吃 我想看到 我想看到 我想要看到 不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拖拖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熱映中 搜尋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